好像新北市降下好雨 而且瀑布不斷的泥流而下 不过真的是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北台湾下起好大雨 但是南台湾目前可以说是艳阳高照 还透光 而且这样的天气形态 可能在高雄屏东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台南是有飘雨的现象 我们透过卫星云图带来看看 主要就是因为中台梅花 环流持续的守进台湾 目前它的气息暴风半径来到了150公里 目前是中台的等级 不过目前看起来 它的这个路径持续的在往北来移动 那么今天明天将是它最为巅峰的时刻 不过预计在明天下半天 有机会就会逐渐减弱了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台风的浅势路径动画 目前这个环花台风 那么距离台北的东南东方 大约是300公里的海面上 而且以时速7公里往北正北来行进 所以好消息是它没有逐渐的往西偏 因此目前看起来发路警的机会是比较低的 不过目前它的警戒范围包含是北部海面 东半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 都是它的海上范围警戒区 那么它是以时速7公里的速度 慢慢的往东部的海面来掠过 也就是说有点像是以步行漫步悠游在海面上 因此速度是比较慢的 我们透过这个动态路径图来看看 未来它会怎么走呢 目前它中心位置就靠近台湾的东部海面上头 而且它逐步的往北前进之后 之后再北转 因此会进入了这个中国大陆的长江口一带 所以说近面两天将是它最为靠近台湾的时间点 也是影响最大的时间 不过中央气象局说预估它有可能在明天的晚上下半天 有机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主要就是因为它行走的速度比预计还要来得快 所以说今天两天北部东北部要特别注意 这个雨势可能会出现好大雨以上的等级 我们透过雷达回波图带你来看看 这个呢就是梅花台风的台风眼 而且它的外围环流甩进台湾来 所以水汽还蛮多的 主要的强降雨的范围都集中在北部甚至中部以北一带 那目前湿雨量比较大的地方会在哪里呢? 像是新竹的宝山 目前的湿雨量来到了20毫米 而在苗栗的西湖湿雨量来到了17毫米 中气象局也针对了全台湾 10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曝 那么像是新北地区的山区有机会下到大豪雨以上的等级 另外桃园的山区宜兰也是豪雨 那么南投以北则是大雨特曝 那么这两天雨是下的比较多的地方会落在哪里呢? 但来看看主要就是刚记者连线的新北市乌来区 乌来区这两天已经来到了357毫米 而在福山还有捅后这样的地方也都有281到300多毫米这样的雨量 另外在桃园的山区像是复兴拉拉山也有258毫米 而在宜兰的太平山也有接近200毫米的雨量 那么雨势将在今明两天快速的累加当中 我们从台湾的云雨图带来看看 台湾的台风的外围环流侠带的水汽过来 因此中部以北都是主要强降雨 雨是比较惊人的地方 没过在礼拜三或者是明天的晚上下半天入夜之后开始呢 雨是有可能慢慢趋缓了 主要就是因为台风行走的速度比之前预期还要来的快 所以说这个等到台风远离之后呢 北部以及东北部一带呢 可能就只剩下局部性的阵雨而已 我们透过这个降雨预测图带来看看 礼拜一到礼拜三主要的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因此北部宜兰中部山区都有可能下到豪雨等级 另外特别要注意的重点那么就是强风了 像是整个西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强震风 那么等到礼拜三的下半天一直到礼拜四 您会发现降雨可以说是比较起来哦 比较零星了因为台风逐渐的远离了 只剩下北部东半部有一些短暂震雨 那么礼拜五一直到周休假期呢 全台湾是多云道群 只剩下山区可能会有比较零星的午后雷震雨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预测 那么今天北台湾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 因此一直在降雨 所以温度来到了27度 那么礼拜三一直到礼拜六这一段期间呢 温度慢慢回升 尤其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周休假期 又恢复了很典型比较炎热的天气形态来到32度 那么中台湾一带呢 我们带来看看 那么今天高温来到30度 那么明天开始呢 雨势可能又会不见的累加 因此来到了29度 礼拜三一直到周休假期 大概温度都是31到33度 那么来看一下南台湾 相对来讲这个梅花台风 对于南部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哦 来看大高温哦 这个均温都来到了32度左右 都是比较闷热的 那么沿海局部有些地方 可能因为受到环流的影响 因此会有飘雨的现象 东台湾一带要分两个部分走了 宜兰呢是一直在下雨 但是花莲跟台东雨势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因此温度大概均温都是32度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的气象资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